春去春远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哪一刻 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我不是你 我心里竟是没有理由 被换的注定 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 如此的轻轻没有属于 你是我的你 我不信你 我姓名终于给了每个 考验和奇迹 在我的藏门中的胜利 是否能一张开手 你回应 我不是你 你回应 你还在生我气是不是 没有了 其实都怪我 我不应该要你觉得人家改事吗 不是不是 是我不好 是我自己土里土气的 给你丢脸了 徐医生 结账 谢谢 好香啊 阿贵 你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 点东西喝啊 先生 需要点什么 想喝什么 给我一碗豆浆吧 对不起 小姐 我们这是不卖豆浆的 两杯意大利咖啡 好的 这么大的馆子 居然连豆浆这么普通的东西都没有 真怪 这是露天茶座 是很高级的地方 怎么可能卖豆浆呢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算了算了算了 这种地方你又没来过 对了 你干天要我转告你 说让你加把劲 赶紧把朱家大权掌握在手 我来来 你家的 干吗 你怎么吃苦的呀 妈呀 妈呀 咱呀 累了 妈呀 只是一站在远处 静静观赏 我这个表妹 就是个活生生的好例子 也许我 小大哥 来了 坐坐坐 喝点什么 随便你喝什么 跟你一样 再来一杯 好 找我什么事 有事才能找你 我可没有奢望过 你这个朱大少爷 能拿我当朋友 沈大哥 你别这么说 我朱子贵能够有今天的风光 全都是拜你所赐 是你在我迷糊的时候提点我 还教我那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其实我根本没办 把你当朋友 我把你当成我恩师 恩师我可不敢当 这个帽子太大了 而且也太老土了 行了 你就别兜圈子了 说吧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既然拿我当朋友 有话就不妨直说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个人的起居习惯 说 谁 雷小冬 雷小冬 到上海才没几天 你的品位可是与日俱增 居然敢打起这位雷大小姐的主意了 不过这个雷小姐 确实是个标志人 只不过脾气太大了 你不害怕吗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 最漂亮 最漂亮的女孩子 看来你现在已经 坠入爱情的陷阱了 我知道 你又要说我穷心未尽 色心又起啊 你不穷 一点都不穷 你拥有上海 最大的一个宝库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 打开宝库的钥匙 相信只要你用点心 假意时日 你一定会成为上海滩 数一数二的人物 真的 沈大哥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 这么有自信 我将来能够成为上海的新贵 你更要想办法 帮我把雷小冬弄到手啊 只要有他在我的身边 我肯定会增加百倍的自信 好 我就尽管帮你参想一下 说说好 雷小冬对你印象如何 他对我完全没印象 严格说起来 我还不认识 来了 撕上来 怎么都没人印文呢 你们都跑哪去了 爷爷 爷爷 真的是你啊 躺那儿睡着的 做梦梦的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回来了 爷爷 那件事情办妥了吗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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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那件事情办妥了吗 那个 我已经吩咐 洋行负责人 跟那个你说的 那个地皮的主人 去联络去了 到现在还没给我回音呢 都两天了 办事怎么那么慢呢 慢慢来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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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叫我不要急 我急死了 爷爷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向你发脾气的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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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急 反正你不用急 真的不用急 爷爷一定会帮你 把那个姓沈的姑娘 从那姓张的手里头 来 抢回来 谢谢爷爷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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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 电路有问题 老爷 我下去看看 烧了 水箱烧了 是吧 可能是电路有问题 电路也不行了 好了 我用走的 码头就在前面了 把我拐棍带回去啊 是 老爷 这破路 这路 这路的 这什么破路这是 哎 老了 哎 哎 哎 把车也坏了 来 走到最初 走 接回来吧 走 跪 下一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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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走 我的亲戚朋友 我们也不卖人情 走走走走走 你知道我是谁 啊 你是谁 怎么着 想闹事啊 老东西 竟该在这撒瘾 添了老子也不行 我数三生 你要是还不滚蛋的话 我会永远好看的 放肆 哼 哎呀 你要是敢碰我一下 我怕你这一辈子就要完蛋 好 老东西 我让你今天看看 咱们两个谁厉害的 哎呀 哎呀 你看 哎 什么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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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你这个老东西 哎 走啊 哎 啊 撒 哎 哎 哎 这个病啊 哎 快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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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 哈哈哈 哈哈 老李 快快 快 啊 雷副 你干什么呢 哎 你快救人 快 雷副 快 雷副 啊 来 来 啊 啊 快我来帮忙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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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没事吧 来 老爷子 这 这 过 这 过 过 过 你把那 湿衣服赶紧脱了 把我这衣服换上 来 那 那你呢 您甭管我了 你倒点热水 我给您拿点热水去啊 快把湿衣服脱了 谢谢 谢谢 来 来 来 跟人家张先生道歉啊 张先生 对不起 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 你应该去跟那个老婆道歉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啊 人家那么大岁数了 你把人给推下水去 我只是想吓唬他 我刚想下去抓人 你就翘下水去救人了 好了好了 现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 两个人握手言和吧啊 这张先生 你干嘛对他弄凶啊 他跑来应生工人 他名额满了 他辩撒野 他还拿你张先生出来压我 他怎么拿我压你呢 他说是你家亲戚 还说从小看你长大的 我一听就知他撒谎 当时打发他离开 他不担不走 他还骂我娘 哎呦我的娘 就算是他骂你 你也不能那么去做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万一出了人命你怎么办 你说这也奇怪 这老头也是神经病 这么大把年纪 还应征什么码头工人啊 可不是啊 可不是什么 要不是他生活所迫了 他会来应征这么苦的活啊 他说谎 我只是说我来找人的 我没说你是我亲戚 我更没说看着你长大的 他说你不对 你说他不对 总之他推你下海啊 就是他不对 我帮你教训他 来喝口茶 我没骂他娘 他冤枉我 这茶不行 那您别喝了 比没有好 姜文就喝点吧 说真的 你老爷子 这码头工作太苦了 不适合你 你回家去吧 谁说我是来应征工人的 那您是来喝茶的 我是来找人 我来找你的 谁 张先生 黄先生来了 苏洛本让你马上过去一下 我知道了 我去谈点事 等我回来咱们再聊啊 快点回来啊 抓不及了 对了 那就这么定了 好 报辞了 好 两位请留步 请留步 谢谢啊 今天晚上请两位赏脸 大家一起吃个晚饭 我在大观楼准七点恭候两位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们兄弟俩先谢谢你了 等客气 晚上见 再见 慢走啊 又成功做了一笔生意 这下子我们得好好价聘工人打张旗鼓一下了 我看到不必 就请原来的工人加班 让他们多赚点 这是个好主意 咱们可以用这个来做借口 跟货主额外加价 我没打算要提高收费 什么 这夜班加价差不多是行规啊 三哥 我们最好啊 不要老是按着行规办事情 我打算给那些开夜班的工人加双倍的工资 让他们多得干钱 这不行啊 不行 我告诉你 我反对 三哥 做生意目光要放得长远一点 这行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不需要你来叫我怎么做 是 我们现在是看起来好像吃了点亏 可是 来福你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你是跟钱过一步去啊 接下来我们赚的钱会越来越多的 这下雨天潮账潮落 夜班你都不收钱 你也不拿奖金 你也不拿酒钱 那咱们俩要去哪儿赚钱呢 可是我们的收费比人家低 货主自然会来光顾我们呢 哎呀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道理了 不是当初说好的吗 我上这来是可以给你提意见的 但这最后是由我来决定的是不是 当初不是说好的吗 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是要由我来做决定 那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老板 是我出钱还是你出钱 不要到时候是我出钱结果你当老板了 那我脸我脸放哪儿啊 好了 这件事情现在就这么定了 我们公司刚成立要上下一条心 这好的工人不要让他们有离心要留住 这好的货主要套牢不要让他们吓跑了 你懂不懂我你 你道行还那么钱你要多给我学 就这样吧 这好的工人的加班费咱们照付 货主的夜班钱咱就不收了 这样才对吧 老爷 别人给您拿来了 老爷 别人给您拿来了 啊 腌粉是哪儿的 才从得意至尽呢 加了薄荷 珍珠粉了没有 都加了 还给您加了点射箱 嗯 老爷 既然您见到了那姓张的 为什么不向他说明身份表明来意呢 这人长相善良 心肠好得不得了 哦 开不了口让他离开沈子军 如果他受不了利诱 接受我的好处离开沈子军 我会替这种人觉得可惜 如果他不肯接受我的好处 我还得让人打他一顿 你说 哦 你别看这人个儿小 出手好重啊 一拳能把一个人打昏过去 那您打算怎么办啊 哎 想想感情这种事情 我还是不能太自私了 如果说沈子军愿意接受张来福 而不是咱们创世 我又何必妄作小人 强行帮他鸳鸯 爷爷 还要出去啊 是啊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去看沈子军表演 哎 爷爷 你是不是已经替我想到办法了 啊 这个爷爷 来就是想问问看你啊 这个这个这个要不要派个人到码头去帮忙 让你减轻点负担啊 不需要啊 我要证明给沈子军看我的工作能力 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不是啊 这个你毕竟还是个门外汉啊 爷爷 你不是答应过我 说码头要交给我全权管理的吗 你想反悔啊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误会了 你是怕我把码头给赔掉是吗 一个码头算不了什么 爷爷是怕你 怕你太辛苦了不是 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就算你再多给我一座码头管理 我也应付得来啊 你要不要试试 哎 创世啊 算了吧 好不好 不要在沈子军身上浪费时间了 不可能 爷爷 就算你不想帮我就算了 你别劝我好不好 沈子军总有一天会知道谁更适合他 好好好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爷爷不管了 爷爷 你帮我联络那块地皮的地主了吗 啊 那个地主开价开太高了 我让人回绝他了 爷爷 你为什么呢 他 他知道是我买啊 看我又志在必得 所以把价钱翻了一番 高出市场两倍 这生意不能做 两倍就两倍嘛 你舍不得买 没关系 你拿我妈留给我的遗产 买那块地好了 我不会用你们瑜伽半毛钱的 你说什么你的 爷爷 我已经成人了 我妈留给我的那遗产 早就应该交给我管理的嘛 你啊 你别再胡闹 我告诉你 在沈子军身上花的精力时间够了 听爷爷的话 早点回头 免得泥足身陷 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好 你要是不抽身的话 爷爷的遗产将来一个字都不留给你哦 好 我尊重你的意愿 你遗产想留给谁就留给谁 我不稀罕 但也请你尊重我的意愿 把我妈留给我的遗产 交给我自己来管理 买码头的钱你可以先扣掉 好好好 好 我马上找人就来给你算清楚 让你该拿的遗产通通算给你 那码头的钱算了 就算爷爷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好不好 好 我不要 我不想占你便宜 哦 还有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也请你一块算清楚 好 老爷 老爷请上车 你先把车开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是 老板买包烟吧 不了 好 那我就先到此了 班长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给我包烟 给您的烟 谢谢 谢谢 好嘞 带你去舞厅上不上脸啊 走啊 哎呀 行行行 谢谢你啊 我无福消受 哎呀我说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讲到妞你就怕成这个样子呢 我告诉你 别说他现在不是你媳妇 就算他嫁给你 你也不用怕成这个样子啊 你爱怎么玩是你的事情 我啊 觉得回家吃素挺好 好 爱吃素啊 你爱吃素你 去去去 你当和尚去吧 那行 我回去当我的和尚去了 哎 哎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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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啊 呼 年轻人我可不可以来一圈 好 好 好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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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们要回去了 才晚一会儿就回去了 我爷爷出去打鱼了 我要回去接他 你爷爷多大了 还打鱼去 七十多岁了 还硬朗着呢 他他常常打鱼吗 他天天出去打鱼 我每天都去接他 哦 好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 那你们快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那爷我们回去了 啊 七十多了 孙子还接他 哎 我孙子接过我一次没有 我 我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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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这风大容易着凉 你赶紧回家去吧 你是我什么人哪 别多管闲事 这谁惹您生气了 没儿子 儿子死了多少年了 对不起啊 我孙子 刚跟我吵了一下 我孙子是我的命根 他从来不关心我的老头 我都没跟他关心过 你孙子他不敢养你 所以逼你去码头印证工作 没出息 老爷子 孙子不关心你 没关系 可是你得关心你自己啊 这风这么大 你要吹病了 着凉了 回去生病的 难受的 可不都是你自己吗 是不是 是 这样 明天 你上马头来找我 我给你摩个差事 你不是说 我不合适干马头的活吗 是啊 我说过 那康包袱的活 肯定不适合您那么粗重 啊 还是呢 还是人老了 你们怕我把那粗重的活一干 接着就替我收尸了 是不是 人老了不中用了 没人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大财小用 你对我一无所知 你知道我是块什么料 你明天上午这儿来工作了 我不就知道您是块什么料了 放心吧 明天给你安排工作 你给我安排工作 你是不愿意啊 还是不信任我 你那儿查不好 行了 别那么挑剔了 一会儿工作就不错 对了 老婆 我还没请教您大名 我怎么称呼您 你教我老大行吗 爷 老爷 您 您怎么穿成这样了 跟园丁小黑借了这么一身 合身不合身哪 您穿小黑的衣服干吗 甭管那么多了 合身不合身吧 合身 合身 得得得 王八 赶紧预备早饭 不用了 这就出门了 那我给您预备车去 也不用了 我走路去 顺便动魂动魂 您那上哪儿啊 上班啊 一眨眼退休十年了 突然间要我重出江湖 心里头真是有点紧张 那我跟您去啊 这班你不能跟呢 大家都加码劲啊 帮帮我说吧 来来来 快点点 大家加码劲啊 真的是越来越好啊 我到这边点货去啊 哎 小心点 来来来 收下麻利点啊 赶紧赶紧往里面上后 小心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怎么了 拿我这儿经过的蚊子 比工人多得多 你看 这就是咬个 指甲缝儿 手指的缝儿 腿上 脖子 哎呀 我看不出来您这么大孙 一首蚊子还这么爱盯你啊 奇怪 蚊子好像就只盯我一个人呢 不错了 不是蚊子就盯您一个人 是我们都给盯习惯了 哎呀 像我们就从小在农村长大的 蚊子都不爱盯 哎呦您别抠了 再抠这蚊子给抠烂了 也不抠难受啊 待会儿给你买药膏去 哎呀真是 回来回来回来 嘿 我的 压根儿没有 来 真有啊 真有啊 差点了吗 好像有啊 有呗有呗 哎呀 没有吧 是不是啊 哎好像有哎 真的 是不是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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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不进 你今年多大了 无聊 一包还得饿 找人给你买药膏去 哎 哎呦 哎呦 哎 多大岁数了 无聊啊 哎呦 哎呦 我跟你说吧啊 我当年练了三天才打死第一只蚊子 练了三年才给蚊子绞蟹 就您这样 老着呢 我告诉你 你老大我三天之内就把这小把戏给练会了 吹牛可不打草稿 不就绞个蟹嘛 这小把戏 太简单了 只是因为你们的手脚笨了点 就 我笨 要不咱俩打个毒 怎么个毒法 三天之后您给我表演 要是您成功脚械了 我赏您一月工钱 再给您磋头 那要是我输了呢 看在您这岁数也不小的份上 我打您三把手掌 那不够 三天之后如果我输了 我改口叫您爷爷 可你要输了 今后你就叫我爷爷怎么样 一言为定 行 还打勾啊 四十多年没打勾了 还盖章 行 你好好练吧 你数定了 好好讲 来 好好练吧 余少爷 你也没欠个鸭吗 这笔款子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大概是后天吧 余老先生 那我就先走了 老河 送客 你还待这儿了吗 爷 对不起 不需要向我道歉 这是你母亲的遗产是你应得的 我早就该撒手不管 我不 不管 我是自取其辱 我怪不得谁 爷爷 我不是 出去 我不想多看你 那没心没肝的混小子 等等 等等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 爷爷还是要给你最后一个忠告 你最好不要网做小人 因为你压根就不能跟那张来夫比 今天就算我是沈子军 我都会挑选那姓张的 爷爷你见过张来夫 我的忠告到此为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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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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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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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好 好 啊 那 那 那分子多 就这就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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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哈哈哈 叫爷爷吧 你看看呀 您先看看他是活的还是死的 您再看看看看 小吃吧啊 哎 哎 哎 那您给他脚蟹吧 那太容易了 小只在个人一弄就脚蟹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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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对不对 那我这那个什么 我这只蚊子是 残障的 他没针 哎 残障 残障 哈哈哈哈 您闹他是人呢 还残障文字 哎 我告诉您大 哎 哎 这叫草蟹子 没汁的 压根不咬人 哎 哎 跟我杀凉鱼子 我说老头子 你输了 哎 快叫爷爷 哎 啊 叫爷爷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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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没错 是抓了这蚊子 还是活的 只不过这蚊子 他没针 但是老大他没输 哎 哎 我输了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嗯 哎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啊 这咋回事啊 他可以啊 爷爷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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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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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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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好 是不是 草蚊子 不要人的 哎 哎 毒蚊子 黑黑的胖胖的 就是把你手咬红了这招 吵着都是黑的 嘖 你往前站 看清楚点 又飞了 嘿 嘿 嘿 还是胖子 哎呀 怎么了怎么了 我忘了 约了人家谈事儿 这都快吧 好 不敢谈生意啊 啊 您呢 仔细听仔细看 这屋子里头还要好多种文字呢 好 啊 回头见啊 爷爷 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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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